今日的节目内容分为三段 首先讨论了特朗普的财富和美联储的亏损情况 接着 讨论了中国的工业利润和经济稳定的迹象 以及中国在量子技术领域与美国的差距缩小 最后 讨论了金价的上升和中缅两国军队之间的信任尺子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麻婆豆腐说 靠 太柴了 海牙说 看样子三胖熬不过老习 布尔玛说 Arbitrage 麻婆豆腐说 怎么也要有金大元帅的身材才好 海牙说 重口味豆腐 麻婆豆腐说 人老了不要给自己找不高兴 David说 就知道你期盼的是能给你安排美女 但是告诉你 别一银 麻婆豆腐说 高兴自然要年轻漂亮的 人性 不是党性 张高黎同志不是很明白这个道理 海牙说 宇宙大还是习主席大 布尔玛说 党性等于party sex 麻婆豆腐说 这还用问 当然是主席大 习仔说 不然怎么叫习大大 海牙说 定于一尊 布尔玛说 毛主席心之力 1917 宇宙即我心 我心即宇宙 英玛说 扬眉吐气 中国队四比一大胜新加坡 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师爷说 如此简陋的防护栏 没有能防止 今天又有人落鬼死亡 我们的纽约 令人心惊肉跳 叶青说 自保的小窍门 当牧师地铁火车 很快入战时 最好背靠站台柱子等待 如果有条件 最好靠着背向铁轨的一面 布尔玛说 主要问题不是的铁护栏 而是纽约的民主党 英玛说 布尔玛肯定不在乎 对他来说 自由是无价的 茂密的热带雨林都穿越了 还在乎这些 布尔玛说 和自由有毛关系 中国几乎每天 都有人开车撞无辜行人 只是惨不忍睹 不想转铁道群里 叶青说 几乎每天 老布亚你造假新闻的功力 比我厉害赞 咱们说 具体是什么意思 习仔说 你少打多卸下包袱 反而会踢了 防反一打一个准 天天被人吐槽的 无雷 茂约不冷一说 我理解 第一环保 开船比开车干净 第二能源紧张 开船利用水力 像古代一样 幽闭 习仔说 依然是目前国族 最好的一个 茂约不冷一说 利用运河 在英国 我看见河道的网络 但现代只用于旅游 比尔下华线 秦说 风险进步大 主要是黑人费尔南多的加入 激活了前场 防守不专注 还是中国队老毛病 干什么事情都不认真 心浮气躁 习仔 说 赢一场是一场吧 谈实力伤感情 比尔下华线 秦说 实力差不多 或者稍稍领先 就要看队员比赛 专心致志的投入程度 The Last Duel里面 马特达蒙专心致志的 就要杀死对手 那哥们儿就明显心援一马 所以就只能接受 失败的命运 笑容可拘 进了世界杯 我就不去看了 受不了刺激 这实力 打好每一场预选赛 对得起自己的尊严 就是中国球迷的福气了 欲莫说 您是行家 我对足球一窍不通 比尔下华线 秦说 翻不到老中的帖子了 回复在这里吧 萧生客的旧熟 我也看了好几遍 情节都记得住 但是旧熟的感触不深 恐怕和我不是基督徒有关系 好电影 是我修养不够 欣赏不到位 阿甘正传的情节 我基本都忘了 只记住三个线索 羽毛 长跑 和主题曲 有人说 羽毛代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也有人认为 随风飘浮的羽毛 就是神意 因为常听主题曲 我觉得两个意义 都在音乐中呈现出来了 坚定地跑下去 心无旁骛 年轻的时候理解不了 越到后来 感受越深 资质 学历 出身 投胎 都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还是看自己是不是专注于自己的人生 阿甘的主题曲太牛掰了 早起路上 又听了一个组版 孤独的钢琴是羽毛迷茫的起点 弦乐代表命运的风 卷起羽毛随处飘散 倔强的交响 突破远处命运的鼓声 那是笨蛋 阿甘 在战胜自己的命运 音乐在最后 慢慢归于平静 让我想起 最近看到昂山素季的一段话 无论再怎么强调命运 也不外乎是你行动的使然 在我心里 歌词是音乐的坟墓 并且 阿甘正传 胜过 萧生克的救赎 反贼 粉红 有帮 那有啥 不过是别人眼里的你罢了 六都立特说 周星驰翻拍版新酒品芝麻官上映 票房 口碑惨不忍睹 遭网友吐槽 自取其辱 没想到 时隔数日 又有一部 被指抄袭酒品芝麻官的 好歌闹县衙上映 并请出方唐静 吴启华坐镇 不出所料 该片复评不断 还有网友质疑吴启华 你真的这么缺钱吗 三门说 在我心里 歌词是音乐的坟墓 真酷 留下最深印象的 往往是音乐 而不是画面 更难是情节 1900的音乐太美了 Bill下花线 Chan说 是 回头去Lily的贴吧下 给他续起来吧 笑容可拘 三门说 这 脑洞也太大了吧 喜极而泣 好像已经有了 Bill下花线Chan说 他在看我们 贴巴肺了 是这里的损失 一会我去带个头 三门说 不必太操心 也杜舟自衡 是也 说 阿根廷总统哈温米莱 计划在未来几个月 解雇7万名政府工作人员 作为他今年不惜一切代价 实现财政平衡战略的一部分 人心向善说 杭州房价在2018年后快速上涨 2021年达到顶点 然后从高点回落 目前二手房回落幅度超过20% 一手新房因为限价 基本保持平稳 核心地段新房还是一房难求 但郊区已经明显成郊冷淡 三门说 内核航运 运量和运速都有很低的天花板 运运退休老人还差不多 欧洲得学美国 搞新基建 是也 说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星期二 3月26日 到中国驻巴士馆 调研在达苏水电站项目车队 遭遇恐袭事件中遇难的中国公民 三门说 之前看到简报话 奥斯汀的房价也下跌了不少 他来全球的网科公司 日子都不好过 人心向善说 作为杭州互联网产业的龙头 阿里集团开始全面收缩 蚂蚁集团已放弃原计划 在之将新建规模巨大的总部 菜鸟网络放弃香港的IPO计划 准备出售和马生鲜等 杭州曾经在泡沫时代崛起的 一大批互联网企业 已经失去锋芒甚至倒闭 但杭州还是有很多新生的互联网企业 在各自领域发展 互联网企业已经过了烧钱时代 风投企业一方面融不到钱 另外也不肯轻易投资 咱们说 AR会不会引发现有网科公司的内报 是也 说几乎所有的大公司的重心将朝AR转 网络变成了传统企业 老钟说 是的 不生病 不缺钱 做自己想做的事 有自己相爱的人 人生就是美好的 琴夏 说 按了葫芦起了瓢 谁是葫芦 谁是瓢喜极而弃 老钟 说 作为在杭州生活了十多年的新杭州人 客观地说起来 如果蚂蚁金服能上了市 就会颠覆传统的金融业 马云就会成为世界首富 阿里巴巴会发展成什么样 完全没法预估 但一定会颠覆中国传统金融业 如果马云是老大的心腹 这事就成了 是真的可惜 但人生就是这样 一事顺百事顺 时机错过了 人的心气就没了 想想钱 已经几辈子都花不完了 不让折腾 就不折腾吧 然后就成了现在的样子了 好处是让杭州回归正常了 起码年轻人能买得起房了 人心向善说 互联网年轻人一夜暴富的时代结束了 杭州前些年发展有点浮夸 拖时向虚比较明显 从富华中走出来 踏踏实实发展企业和经济才是王道 好在杭州依然是一座吸引年轻人的城市 一个时代结束又会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利尔·多迪特说 特朗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 但仍然手头拮据 彭博社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 在他的社交媒体公司首次亮相后 他的账面财富飙升至72亿美元 然而 特朗普面临由纽约总检察长莱蒂西亚 詹姆斯·莱提莎·詹姆斯 领导的4.54亿美元欺诈案 这可能导致他的资产 包括特朗普大厦被没收 该案是特朗普面临的几个法律挑战之一 包括巴金330万美元的诽谤赔偿金 和四起刑事案件 特朗普此前曾声称 他拥有近5亿美元的现金 但一项调查发现 他和特朗普集团高估了他的财产 特朗普必须在4月4日之前 支付欺诈案中的1.75亿美元保释金 他表示他会这样做 然而 如果维持判决 这位前总统将欠下全部45400万美元 加上每天约11万2000美元的利息 可能在三个月内再增加1000万美元 该债券将由本周开始交易的 特朗普媒体与技术集团TMTG支付 特朗普的股票价值46亿美元 受制于为期六个月的锁定协定 特朗普对欺诈案提出上诉的时机至关重要 因为一旦锁定期结束 出售股票可能会带来巨大的财务提振 阿加维龙说 DJT最高涨到77 收盘57.99 布尔玛说 我是小布 小布尔乔亚 不要把我喊老了 如果你认为几乎每天夸张了一点 那就改成时不时 from time to time 布尔玛说 你昨晚干什么了 一夜起来变成文青了 而且走火入魔了 歌词是音乐的一部分 没有了歌词 很多时候音乐就不完整了 多少歌手都是靠上了灵系才出名 Bill下花线Chen说 愚昧的问题 浪费了我今天发言的最后一个额度 困惑的脸 第一次听Stairway to Heaven 惊为天人 以为我的判断是不对的 后来听了吉他独奏才知道 我的观点没问题 身份标签从来都不准的 我是谁 只有我才真的知道 笑容可拘 阿加围龙说 阿甘正传其实是美国右派的正传 珍妮是美国的左派代表 被无情地贬低 反战 滥交 吸毒 堕落 TNC案说 比尔市冷酷的黑色会老大 每天杀人还要定个数目吗 就算计划制定好了 三级超二级的茶缸子偶尔发一发也是好的 布尔玛说 他怕沙红眼收不住把自己剁了开口的笑脸 为越战退伍军人树立榜样 阿加围龙说 支持战争和反战是那时的主要矛盾 树立榜样是主流价值观 阿甘正传和肖申克救赎 是自由主义信仰之作 高山养旨 肖申克救赎更有深刻性 他反对的是体制 名字带有救赎 更能体现基督教教义 承认安迪本身有原罪 麻婆豆腐 说 中国于上周末举行了一场年度商业论坛 美国CEO纷纷现身北京 苹果公司CEO库克 Tim Cook 对中国官方媒体表示 我认为中国真的在开放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然而 苹果是一家严重依赖中国市场的公司 身为CEO 库克乐观的讲话 掩盖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外资欢迎来华投资 但必须有助于推进国家议程 面对经济低迷 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员 正用甜言蜜语 博取西方商界领袖好感 这让人想起昔日的美好时光 那时的中国还不那么发达 渴望向所有人学习 他们现在不得不这样做 就在中国经济最需要外资助力的时候 外商在中国的工厂 商店和其他硬资产的投资 降到了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但是 在所有这些意美之词的背后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依然重视抵御外国威胁 这一议程促使政府加强中央控制 逐步减少中国对西方企业的依赖 结果就是中国政府正在示好的这些企业 基本上也是中国希望减少依赖的企业 是的 中国目前欢迎这些公司 但他们需要接受中国政府的条件 无论是对数据流的处理 还是他们能够提供的服务 而且政府传递的信息很明确 理想的情况是 未来不再需要这些企业 胡萝卜加大棒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是中国政府主办的活动 为全球商界精英 提供了一个结交中国经济要员的机会 美光科技公司 Micron Technology的CEO梅赫罗特拉 Sanjay Marotra 是飞往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 美国商界领袖之一 之前 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由 对该公司的芯片施加了禁令 梅赫罗特拉与中国商务部长的会面 展示出了中国是如何施展胡萝卜加大棒策略的 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上公布的官方说法 王文涛部长对梅赫罗特拉表示 欢迎美光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而在王文涛邀请美光在华投资的同时 也告诫美光要切实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按照官方报道 梅赫罗特拉对王文涛表示 美光将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并计划扩大在华投资 满足中国客户的需求 为中国半导体行业和数字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在过去的几年里 美国 欧洲 日本和全球其他地区的公司发现 中国市场根本就是让人无法抗拒的 许多公司仍然表示 他们承受不起失去中国市场的代价 并制定了在中国为中国 China for China的战略 即在中国为中国消费者制造产品 但在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 持续紧张的阴霾笼罩下 加之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更多的外国资本可能会选择不和中国做生意 一些人已经发现 中国提出的有条件的欢迎政策不够吸引人 一位资深美国投资者 在谈到最近的一次中国之行时告诉我 我没看到有哪位CEO在增加对中国的投资 或将中国作为区域或全球扩张平台 该投资者称 这看起来是一条单行道 中国的意思是 是的 我们开放做生意 但不一定是按照你们想要的方式 当考虑是否在中国投资时 影响您决定的最大因素是什么 回复本期新闻简报 或发送邮件到limbling.v at wsj.com 与我交流 请附上您的全名和所在地 我可能会在下一期新闻简报中 刊登您的见解 程大厨说 黑社会要杀人猪心好吧 劳比尔明显不是 顶多算刺客 比如七龙朱里的陶白白 布尔玛说 想多了吧 萧是由小说改编而来的 就是一个故事 TNCM说 大厨 俺们在说电影 电影里一说 比尔我就想起来了 一个是昆廷里的老帅哥比尔 还一个是汉尼拔的病人野牛比尔 相对来说 还是昆廷那个好点吧 至于陶白白就太邪恶了 用他来说Bill 小心他额度够了的时候 刺打你 布尔玛说 一说到Bill 当然是电影QBill 阿加维龙说 还有一个微软的比尔 布尔玛说 那还有美国总统比尔 阿加维龙说 我自由发挥了一下 不过的确有邪 程大厨说 那我本来头像还要邪恶 看那谁下的满地爬 Smile 布尔玛说 你干脆就明说 否则那人不知道 阿加维龙说 HTTPS 3W.YouTube.com V等于H.H.F.A.R.W.T.E.R.W.T.E.R.S.O. TNCN说 那谁前期靠他爸 中期靠他老公 后期靠他儿子 基本存在感不足 Fox说 这标题党 布尔玛说 也许有红墙密文呢 一祸瞎猫碰个死老鼠 可以吹一辈子 阿加维龙说 听国家的话就能发财 Roflow 阿甘本没想过发财 阿甘类似天龙八部里的虚竹 叫傻人有傻福 布尔玛说 这是撞了多大的运 想想那些前期 被罪鬼老爸卖了 中期被渣男老公甩了 后期被杀千刀的儿子 活活气死 尤玛说 习近平跟马英九 可能在4月8日会面 期待再次目睹 马英九的风采 Fox说 跳开这个角色的人设设定 你看他每一步的所谓成功 是不是正好在美国的 关键时间点上 随便举个例子 他抓虾挺成功的吧 那段时间 正是美国虾叶突飞猛进的时候 讲的就是顺应潮流 掐住时间点 风起来了 猪都会飞 阿加围龙说 影片要把故事人物和历史关键点串联起来 看起来是从一个风口 跳到另一个风口 一直在飞 布尔玛说 布尔玛说 那是香港电影 金鸡 咱们说 带他家围龙 龙哥正好想请教 这有什么样的意涵 习仔说 欧洲被24强 即分组情况正式出炉 乌克兰 F5 土耳其 格鲁吉亚 葡萄牙 捷克 还挺均衡的 阿加围龙 说 叫我哥亏不当 美联储亏损 主要因为加息 增加了利息支出 咱们说 利息主要趋势是哪 储户 六刀底这说 中国工业利润上升 经济齐稳 彭博社 2024年前两个月 中国工业企业利润 同比增长10.2% 延续了自8月以来的 连续增长势头 工业利润的增加 被视为中国经济 今年基础更加稳固的证据 这得益于外国需求反弹 和北京的政策刺激措施 然而 通货紧缩压力依然存在 因为房地产低迷 和信心低迷 对国内需求造成压力 而出厂价格下跌 挤压了工业企业的获利率 为了刺激国内消费 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援 来增加家庭收入 阿加维龙说 美联储之所以出现巨额亏损 是因为 向金融机构支付的 计息存款和证券费用 高于其在利率较低时 锁入证券赚取的收入 主要由总利息支出 增加2.75倍 机构存放美联储的准备金余额 相关利息支出 增加两倍 美联储根据回购协议 出售证券的利息支出 增幅1.5倍 咱们说 那费会不会有降息的内生性冲动 毕竟是个商业机构 有股东的 阿加维龙说 因为以前较长一段时间 费一直都是盈利的 所以亏损和降息 暂时不会强相关 美联储亏损不会影响 其正常运行和职能执行 只是会减少美联储 向财政部上缴的收入 增加美国的赤字 New Dodater说 gold prices are soaring In March alone the price of gold increased by 6% yields in just a few days China's industrial profits are growing indicating signs of economic stability China is also narrowing the ga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 of quantum technology However, the commodity market is facing headwinds There is a trust deficit between the military forces of China and Myanmar This is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WallStreetNet on March 27 to Nihara Soar HTTPS managed briefing 6DU News Video Processor 42,155 Gold prices are soaring In March alone, the price of gold increased by 6% yields in just a few days China's industrial profits are growing indicating signs of economic stability China is also narrowing the ga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 of quantum technology However, the commodity market is facing headwinds There is a trust deficit between the military forces of China and Myanmar This is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WallStreetNet on March 27 今次 吉腾 今年3月 数日均上升率6% 中国产业利益增加 经济安定 照后线 中国量子技术分野 插缩 商品密封直面 中年两国军队间信赖赤字存在 2024年3月27日报道 HTTPS managed briefing 6DU News Video Processor 42,156 金四 吉腾 今年3月 数日均上升率6% 中国产业利益增加 经济安定 照后线 中国量子技术分野 插缩 商品密封直面 中年两国军队间信赖赤字存在 2024年3月27日报道 金价狂雕 今年3月 几数天内 黄金涨幅达到6% 中国工业利润增长 显示经济稳定的迹象 中国正在缩小与美国 在量子领域的差距 商品面临逆风 中年两国军方之间 存在信任赤字华尔街网报 2024年3月27日 程大厨说 话说算是有点智商啊 就是少而不一的黑利时也不少 布尔玛说 大厨啊 现在的绿帽子也许正在头顶上飘着 何望GX维尼瑞说 那啥 万科都没稳住呢 何来房地产稳住了 汇率也没稳住 投资政府没钱 怎么看都是探底音跌中 宇玛说 有抖音的 可以看一下少林妙峰打假寸拳孤狼 正在直播 挺有意思的 咱们说 翻成英文是World Street Journal At六都迪特 布尔玛说 他们是一伙的吧 毛月不冷一说 习在京接见美商界领袖 Fly100说 Claude3的盲夜楼排名线已出炉 Claude3 Opus 15美元75美元MainPock 现在略为优于GPT4T 10美元30美元每百万个Token 而Claude3 Sonnet 3美元15美元MainPock Haiku 0.25美元1.25美元MainPock 击败了最差版本的GPT4 30美元60美元MainPock 和相对较新的Mistral Large 8美元25美元MainPock Haiku可能标志着性价比的新店 玉玛说 一方面 马英九要访问大陆 另一方面 台军要在金门地区实弹演练 这就有意思了 不知道大陆会如何应对 程大厨说 大陆也可以宣称 台湾打的是空包弹 金山说 李奇今早华乐撂了一句 科技公司很多高层在卖股票 人心向善说 国防部今日放话 胆敢轻举妄动 必遭失败 一页下话献亏 说 科技股最近都是 开盘拉一点 然后尾盘跌成狗 毛月不冷意说 https3w.newyorktimes.com 20240327 burrp.html smid等于URL share 马斯克需要中国 亚伦说 山哥明察秋毫 TNCN说 听点典礼 何老板亲口封我班长没 海牙 说 班长 一人尿裤子了 代委下话现谈 说 可以名正言顺地收班费了 一页下话现亏 说 班长这不是一年前的事了 Fox说 现在禁止收班费了 一页下话现亏 说 班费小事 不尊重班长 要被分配洗厕所 Fox说 不过可以换一个名头 比如班级维护基金什么的 六度厕所在哪 一页下话现亏 说 地点比较散 一个星期要洗一次 分别分布于美国华盛顿 澳大利亚 澳洲 美国加州 中国北京 中国广东 中国上海 中国这些 还有一些没有统计 啊 对了 宝马妹在德国 那德国也有 班费说 报告班长 一人没有裤子穿了 海牙 说 总结一下何老板的观点 习主席对于中共和中国来说 是基本上无关紧要 记一下何老板 他才会讲出真正的想法 你还要带领班级多学习 大天线 班克说 须 别让习老大听到 海牙 说 我是习主席的死忠 觉得这么评价老人家是不公平的 程大厨 说 那不是说明中国政局稳的一批 何老板其实是让反贼趁早断了念想 海牙 说 说明习主席可有可无 对于野心家来说 这才是关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